欢迎收听《卢岳刚著赵紫阳传》 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 下卷 第六部 总书记 大秘书长 1987-1989 第26章 六四 上 错愕 第一节 两个相同与三点意见 1989年后的中国历史走向和世界格局 因为六四而改变 1987年胡耀邦因为学潮下台 1988年 价格改革闯关失败 谁也没有料到 由此积攒的强烈不满 会在胡耀邦去世时总爆发 继1911年五四运动 1976年四五运动 1986年底学潮之后 1989年发生了20世纪 中国最大的一场学潮 六四 1989年4月15日凌晨 胡耀邦心脏病病逝 消息一公布 学生自发悼念的队伍就走上了街头 走向了天安门广场 敏感的读者注意到 胡耀邦去世 官方复告中少了一个嗜好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中共的主流政治文化中 胡耀邦这种级别和贡献的中共领导人 少了这个量级的称谓 有不良意味 第一批到达天安门广场 纪念胡耀邦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时生 此时学生不知道 围绕着胡耀邦丧事举办规格和政治评价 党内发生了争执 焦点在于 邓不给胡耀邦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 而家属和一些党内民主派 则坚持胡耀邦有资格获得这一称号 而且要求对胡非正常下台有一个说法 邓的态度坚决 说了很强硬的话 邓说 功劳奖族 不提辞职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都不够 我也不够 我死后就不要给我加 追溯中共领袖智桑时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 是一个政治待遇 毛 康生 朱德曾享用 周恩来因为毛和四人帮反对没有用 虽然胡耀邦的复告中和将来的道词中 用上了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这样一些最高级的评价 家属 党内与社会仍然不满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这么重要 严格讲 这个标签相对于胡耀邦七十年代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的分工伟绩 相对于他 1987年邓所代表的老人帮用非正常程序 撵得下台的冤屈而说 微不足道 问题在于 邓对胡不公 胡长期郁闷的情绪 显然是胡心脏病重要的诱因之一 家属就差点说 胡是被你们害死的这句话了 胡被解除总书记职务以后 曾经写过一首诗 字矿与邓的关系 借本羽王女 含怨是楚王 泪是乌山雨 丑笔江水长 丑英随波去 泪须飘远阳 启君莫作断流响 断流勇使 妾哀伤 以小妾字矿 多有哀怨悲愤之气 你邓可以不要 胡不能不给 党内民主派知道邓的态度 但是坚持到辞 要加上美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4月21日 赵宇多人生面谈 说给胡耀邦冠以 美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是接受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下 不行 有人坚决不同意 你是不是帮我做点工作 都是你的老朋友 杜说你是总书记 帮助解释解释 赵说我应该解释 但是要去朝鲜 马上要开追悼会了 来不及 于是杜挨个打电话 吴明瑜说 一个个打电话多麻烦 我来给你召集一下 于是一些老同志 在乌虚地的科技会堂开会 杜说 关于道词中 大家坚持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赵紫阳很为难 希望大家谅解 大家讲 那就收回 胡抑郁而没 家属有怨气 党内有怨气 社会有怨气 怨气相互感染 发酵 所以社会各阶层 对现实的诸多不满 借着胡去世爆发了 对此 赵事后有一个分析 为什么学生 对胡耀邦逝世的悼念 如此强烈 这有复杂的原因 第一 耀邦的形象好 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 主张改革开放 特别是他为政清廉 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 比较多 借悼念胡耀邦 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 第二 对耀邦1987年 下台的方式不满 勇气 一方面 对反对自由化斗争 不满意 有抵触 同时 对耀邦下台 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 难以接受 总之 为耀邦鸣不平 第三 1988年 秋天提出治理整顿以后 改革开放 全面收缩 政治改革不见动静 经济改革停滞不前 甚至后退 学生对这种状况不满意 用悼念胡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 当时上街的学生 大体是三部分人 绝大部分属于上面说的这种情况 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 借题发挥 闹一闹 当然 也却有少数人 反党反社会主义 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这一分析 反映了赵对学潮的定性和处理学潮的基本出发点 也反映了党内政治实力单薄的改革派 想借用社会力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某种愿望 但是这个分析显然简单化了 此番学潮纪念胡只是个由头 此学潮非比学潮 相比较六四学潮与既往学潮至少有三大不同 第一是酝酿时间长 第二是针对性强 第三是政治性强 北京大学民主沙龙的主持者学生领袖王丹说 到1988年底 不仅是北大 全国很多高校都出现了规模不等的校内民主运动 当时我听说国家教委已经传达文件 1988年9月至11月的两个月中 全国高校爆发了70多起大小学潮 尤其是边缘地区居多 而且有不少是青年教师主导 在北大除了民主沙龙外 未来学会等学生社团也比较活跃 据说有一部分北大青年教师和博士生 打算下学期有所动作 目前校方正在做工作 试图压抑情绪 总之从社会到学校里 都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一些知识精英走进北大等大学校园 演讲座谈 批评时必进行民主自由启蒙 王丹在1988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 明年形势不好 危机重重 大规模社会动乱 恐怕有可能出现 这期间还发生了柴沁峰事件 是年6月7日 赵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 专题讨论了北大学生闹事问题 此其一 其二 所谓针对性强 即学潮一开始 就是针对着中央打压1986年底 1987年初 学潮和反自由化去的 即是针对着邓去的 1989年4月18日 北大学生第一次游行 并静坐示威 就明确提出了七点要求 一 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 肯定胡耀邦提出民主 自由 宽松 和谐的观点 二 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运动 为在运动中 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 三 修改宪法 取消反革命罪 四 允许民主 办报 办刊 新闻自由 五 增加教育经费 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六 保证人民生活水准稳定提高 七 正确评价这次悼念活动 公布学生的要求 学生因为纪念胡而起 胡符号及其政治命运 与邓尽力联系 六四学潮针对邓 及邓所代表的中国老人政治 自在情理之中 清污反自由化 是邓的错误决策 邓是胡蒙冤非程序下台的决策者 路人皆知 而且一些口号 说法明确指向邓 新桥立粹 顾大局 撒手先去 前功尽弃 为小平 罢处政坛 横批 死了也罢 祝小平同志 万寿无疆 祝杨上昆同志 永远健康 祝王振同志 天天快乐 祝万里同志 比较健康 该死的还活着 不该死的死了 老天爷 你年纪大 耳又龙 眼又花 闲凉不变 不会坐天 你他了吧 你不他 会毁掉我中华 其三 所谓政治性强 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学潮的社会氛围 不同以往 知识精英 及政治反对派 公开宣示政治诉求 有着非常明显的对抗性 发生了四波公开信事件 1989年1月6日 持不同政见者 天体物理学家方立之 致信邓 说今年是建国第40年 又是武器运动的第70年 又是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 建议邓大赦天下 释放包括未经生在内的政治反 2月13日 北岛 邵燕祥 冰心 金关涛 李泽厚 包尊信 苏小康等诗人 作家 学者 导演 编辑 33人回应方立之的呼吁 发出了至 人大常委会 及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建议在建国40周年 武器运动70周年之际 实行大赦 特别是释放 魏京生等政治反 2月26日 钱林兆 王干昌 许良英 施雅峰 李洪林 葛阳 邵燕祥等42名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文学界 各界知名人士 致信赵紫阳总书记 万里委员长 李先念主席 李鹏总理 并中共中央 人大常委会 全国政协 国务院 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 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 尽力使政治体制改革化 即政治民主化 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 二 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条件 是切实保证 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 三 防止由于发表 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 而至罪的历史悲剧 重新出现 请责成有关部门 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 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 四 对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但却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 教育和科学事业 应予以必要的支持 尽可能增加教育经费和科研 尤其是基础研究的经费 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重 提高知识分子 包括老中青和已经离退休的 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 使他们不至于长期陷入困境 这封信写得很策略 避免使用前两封公开信的 两个关键字 政治犯未经生 结尾处用一种设身处地的 缓和语调 阐释了此信的动机 为建国四十周年 创造喜庆气氛 表示出一种合作的态度 3月14日 由苏伟、徐永宇发起 戴秦领贤等43位学者、作家、编辑 回应方立之中科院科学家 和上述学者、作家、编辑的公开信 致信全国人大 七届二次会议 要求大赦、魏京生等 再压政治办 这些公开信 创造了一系列的第一 中国科学家、作家、学者、编辑 都是第一次公开站出来 表明政治主张 二是学生一开始 就呈现出很强的政治组织倾向 1988年10月底 北大创办民主沙龙 11月2日 民主沙龙第一次开讲 1989年4月3日 有民主政治报复的王丹等 向北大校方递交 并在当天张贴在三角地的 一份有57名北大学生 联名的公开信 公开信的主要诉求有四个 一、民主沙龙合法化 二、民主沙龙邀请者名单 实行校方备案制 三、请校方开辟 三万提斯雕像前的草坪 作为民主沙龙的固定活动场所 四、校方在毕业分配等问题上 不能打击报复 民主沙龙的自愿参加者 4月5日 北大新武四创刊发行 创刊号发表王丹的 论反动派的言论自由 胡耀邦去世以后升温 4月19日 在民主沙龙的聚会上 公开成立了学生自治组织 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 筹备委员会 简称筹委会 命名者受启发于波兰的团结工会 显然此时 北大学生的政治反对派 意识已经成熟 并效法波兰 公开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筹委会提出了11条基本纲领 其内容除了18日向全国人大提出的7点要求外 还增加了方立之等公开信的要求 要求释放魏京生 强烈要求邓小平具体回答 十年改革教育失误的原因 筹委会成立会上还传达了一位著名的学者 未经核实的学运意见 要采取统一行动 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行动 安全部门还报告 除了筹委会 各高校还出现了一些非法组织 如清华大学社会主义民主进步领导小组 北京外国语学院北外声援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 4月22日 各高校学生召开临席会议 宣布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简称高自联北高联 胡耀邦追到会后 4月24日 北大筹委会召集万人大会 宣布筹委会取代官方的学生会组织 白纸黑字公开发表 要求反对言论自由的文章 并且成立了反对派组织 中共建政以来从未发生过 中共夺取政权 巩固政权 都是以动员组织建厂 也深知 对于一个极权社会的稳定而言 摧毁社会 警惕社会组织 对社会进行碎片化 网络化的控制 是内政第一要路 对待胡耀邦去世前后 一波波的公开信 政治反对派组织 以及已成燎原知识的学潮 总书记的态度 值得深入观察 从现有文献看 赵对学潮一开始 便持温和同情态度 不用阶级斗争的观念 把不同意见者 乃至不同政见者 看作敌对势力 认为应该应许立党 推动社会进步 2月26日公开信的牵头人 许良英 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说 那时候 赵紫阳担任总书记 态度还比较好 这封信被美国之音广播之后 科学院开了会议 党委书记传达了中央讲话 说我们的信的内容没有问题 不要给签名的人压力 不要找签名的人谈话 以后统战部部长 严明傅 特别找到我和我爱人 还有施雅峰谈话 谈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 他说 你们有意见尽管讲 我们就放开来 讲了很多 我们觉得当时中央 还是比较开明的 许良英是中科院科学史家 爱因斯坦文集的主义者 施雅峰是著名地理学家 中国冰川学奠基人 他们受到了领域 他们参与的公开信 从形式到内容 实际上得到了肯定 学生到天安门广场 悼念胡耀邦的要求 也得到了批准 赵说 4月22日开追悼会时 天安门广场有几万学生集会 这是经过同意的 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 我说 中央治丧 学生悼念 我们不能不允许 不能说我们治丧 不让学生悼念 这没有道理 因此我主张 除了打砸抢烧冲 五种违法行为 要依法处置外 一般要采取疏导的缓和办法 关于学生参加 胡耀邦追悼会后的常委会 应在4月20日上午 这次常委会还讨论了 胡耀邦道辞和戈尔巴乔夫访华 中苏会谈等问题 或者4月21日晚上 常委会讨论胡耀邦道辞 在常委会上 赵还说了一句对学潮定性的话 学生悼念要邦的心情跟我们是相同的 学生反腐败要民主的主张 与我们是相同的 这句话被概括为两个相同 排除了学潮的抵我矛盾性质 这天晚上中南海墙外 已是人山人海 4月22日 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大会 前一天晚上 北大朝委会组织北京高校 10万人游行涌进了广场 官方事先宣布的 22日广场管制措施流产 总书记的态度是决定性的 也是明智策略的 因为医者 虽然紧急调进了38军的两个机界化师 赤手空拳不带武器的1500名官兵 拱卫京击 要采取赤手空拳的方法 贯彻中央对待学潮的基本态度 警力兵力严重不足 二者 如果采取强力措施 提前堵住清场汹涌如潮 10万人的游行示威和悼念队伍 必然流血 更何况学潮已经是全国性的了 西安 武汉 天津 长沙 上海 南京 广州 等支辖市和中心城市的大学生 纷纷游行 示威声援北京 有的城市还成立了学生自治组织 简言之 对和平游行示威的大学生 采取强硬的措施 谁也做不到 谁也不敢做 事实上 只能容忍安抚 赵看到了这一点 于是有了学潮处理三册及其解释 赵说 一 追悼会结束 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 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 让他们复课 当时我觉得 学生不管是什么动机 总而言之 是借悼念要帮这个题目 追悼会已经结束了 你们也参加了 就没有什么题目了 应当复课 二 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 开展多层次 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 互相沟通 征求意见 学生 教师 知识分子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三 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 但对于打砸抢烧冲 违法行为应当依法重罚 我的这些意见 李鹏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 并且形成了文字 前面这些分析 以及定性的方针 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 后面讲的三条 是我出访朝鲜以前讲的 要帮追悼会刚结束 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下电梯的时候 我同他们讲的 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些意见 4月23日下午 我离京去朝鲜时 李鹏到车站送行 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 我说就是那三条 事后听说 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 邓也同意 关于三点意见的内容 李鹏回忆与赵回忆大同小异 但三点意见产生的第一时间 李回忆的细节与赵略有不同 赵回忆是在电梯间里 在场的还有其他主要领导人 李回忆是追悼会结束后 临上车碰见赵 赵看似随机说的 其实李还就当前学潮中已经发生的几个原则问题 要求赵表泰 李问赵 有些学生要求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怎么办 赵说这不能答应 李问 对正在成立的非法学生组织呢 赵说那也不能容忍 事实存在 政治上不承认 但并没有采取措施取缔 外国媒体看出了门道 认为中共实际上 对学生组织采取了宽容的政策 发新社22日电 两天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40周年以来 第一个非官方组织 标志着 这个国家的学生运动 进入了新的纪元 迄今为止 中国当局对学生的示威游行 所采取的容忍是前所未有的 也有老辣的外国媒体 看到了浅寒的危机 日本共同社22日电认为 学生运动的核心成立 学生和党的对立将加剧 学生自治组织 是对共产党统治体制的叛逆 不排除局势向坏的方向发展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节 仿潮错误